各位先進,我們現在就開始開會 立法院黨人協商會議開始 那今天的 今天協商的議題 我稍微練一遍 繼續研商再生醫療法草案 再生醫療治劑條例草案等兩案 這是民進黨黨團提議的 第二個部分就是研商礦業法修正草案 時代力量黨團提議的 第三是研商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 部會條文修正草案 那這個也是民進黨黨團提議的 今天有三個部分 那我現在就先介紹列席的首長 首先介紹衛生福利部部長薛瑞妍先生 好,那我們現在就開始 開始 程序,有先要說程序還是要進入組織 先講程序 院長就是今天,就是你剛剛講的 這三個,對不對 再生醫療,礦業法 還有,還有,還有一個 文聰,好,就這樣子 好,任衛部咧 馬仔,馬仔,馬仔 馬仔 好,先說明一下 在進行協商前,有關貶制協商之 一條的條文 區域條文均獲得協商共識 因此未爭取立法時效 扁案原力徵行各位協商代表同意 就貶制協商 你從上述之保留條文先進行討論 如各位協商代表對已在委員會完成協商之條文容有意義 我們在事後討論室再進行處理 請問各位委員代表有沒有什麼意義 蛤,有意義 就是說保留條文以外 我們還有,今天要提修正動議 好,那這樣啦,就是 哪一些條文 我們保留條文先把它討論 我們保留條文先把它討論完 讓你那個後面的,就是放在後面來 對對對 好,好,來,開始,來 那個保留條文 第三條 第三條 好,來,第三條 大家有沒有遇見 來,從車尾 好,來,他拿手 第三條的這個 說明 跟那個 在四月的二十六號 的說明完全又不一樣了 那我要請衛福部解釋 好,就是在生醫療治劑跟在生醫療技術 好,因為在委員會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什麼叫技術,什麼叫治劑 好,應該在說明欄寫清楚 還有這個細胞 細胞到底是自體細胞 一體細胞 一種細胞 也要寫清楚 而且一種細胞 一體細胞的風險 也要在說明欄裡面寫清楚 那目前因為 本來有討論的協調的文字都不見了 那我只好從頭再請衛福部說明 如果說你都不需要放 那這樣子民眾怎麼去區分 什麼是在生醫療治劑 什麼是在生醫療的技術 那技術是什麼呢 為什麼技術可以去治療呢 那本來在說明的時候 就說在生醫療技術是一種 就是一種這個小規模客製化的這個產品 那你現在都不放 全部都拿掉了 那我要請衛福部說明 這樣子我們怎麼去了解 這個法是一個 是一個就是能夠達到安全啊 療效啊 品質啊 我先提出第一個問題 我要首先跟院長抱歉 因為之前在協商討論過東西 現在衛福部全部拿掉了 所以今天我們需要院長 主持能夠將這些問題 我們還是要釐清 我們才能夠對關心的大眾 有一個交代 好 以上 好 陳秀委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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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講 我講一下 就是要釐清 體外培養增殖或衍生的細胞 其實它也具有高風險 高技術門檻的特性 這是當時在討論的時候 大家比較有討論的一個地方 所以在這個使用的受體上 頗有爭議 而且這個再生醫療產業鏈 它相對來講比較長 也非常專業的分工 那仰賴醫療機構跟生技產業 其實這個是要共同投入的 所以 為了這個 福利全國的國民 所以相關參與的人員 這個 確實要把它明定清楚 衛福部也要講清楚 所以考量這個本條例涉及的這個 生技醫藥產業 是不是要局限在再生醫療的領域 並與一般性的生技醫藥產業有所區別 這個部分我們認為 應該要配合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的第四條 來合併討論 是不是要來做修訂的一個參考 那明定 再生醫療生技醫藥公司的定義 我想 這個也是大家在委員會中討論 非常多的一個 這個 爭議點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是希望說 在 進行這個討論的時候 請衛福部再 再說明清楚一點 好不好 以上 好 那個 這裡給你 還是要給你 好來 總總操心 好 謝謝 有關 這個 再生醫療 裡面其實 第三條的 第一款已經講 文法用詞定義如下 再生醫療 是指 利用基因細胞 及其衍生物 用於治療修復或替代人體 細胞 組織器官之 製劑或技術 所以八兩塊嘛 一個是製劑 一個技術 好 第二款 再生醫療製劑 製劑 那很清楚 第三款 再生醫療技術 指 是於人體執行 再生醫療之技術 所以這個 所以下面是技術喔 但不包括 下列在內 那這些技術是 其實要他寫清楚嘛 書學 是書學的技術嘛 對不對 使用 血液字跡的技術吧 不是自己喔 對不對 部長 注意看 你那個態度好像就是 怪怪的態度 部長 你看那個喔 你看那個 我告訴你 不以為人 看那個 標準的怪怪的 看那個就是這樣 再來 第三款 骨髓 造血幹細胞移植 周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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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罩 血幹 細胞移植技術 通通要加技術 人工 生殖技術 是不是 都是技術吧 所以這樣 清楚 我覺得 恐怕真的要給他 寫清楚一點 好不好 就是第三款 我本 那個 那個 內容沒一件喔 但是那個 那個東西恐怕要寫清楚 謝謝 好 客總商 剛才陳家浩委員 法委員 他說說 上次協商 已經有 有工資 為什麼要拿下來 好 我就正對這個 陳希希 先談了 那麼協商 當然是沒有公資 沒有簽名 好 只是 在想說 包括第三條 的說明欄 要不要改等等 好 後面的條文 直沒有論 是沒有公資 怎麼說 我拿起來呢 因為後來 第二次在學上的時候 發生 真面目很厲害嘛 所以呢 後來就 我以前委員 就送院長學商 這個 這個問題 我們要先擬清啦 就是沒有公資 沒有公資 就大家在簽名 好 那這是第一點 那邱神妍委員 講的 就是說 有關 這個 生技醫療產業 發展條例 那他的前身是 生技新藥 產業發展條例 那是2004的時候 那後來這個 發的 漏日 那 生技 醫藥產業發展條例 齁 那在 上個會期 我們有通過 他是講的 這個生技醫藥 產業齁 當然包括 包括再生醫療 包括精準醫療 包括數位醫療 等等 他是 他們這本法的 發展度是不高啦 齁 但是 那個 生技 生技 醫療產業發展條例 是通過的齁 齁 那 我們現在回到主題來 就是 再生醫療 法 和一個 再生醫療治劑嘛 那我知道現在目前 這邊 這部份 應該是比較沒有問題 齁 齁 那在 這個部分 有保留 若干條款 齁 那看起來也是保留愛也多 我們就 主角來討論齁 齁 並沒有所謂 剛才所談的 我講好要拿起來 沒有這回事 齁 來 我 我 我先簡單的補充一下 幾個先簡單的問題齁 第一個 剛剛邱成輝 那個 趙偉這邊在講的 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 第四條 在講的是 我們第三條裡面的 第六款 再生醫療生技醫藥公司 這個 醫藥公司本來就有參照 那個 生技醫藥發展條例裡面的 第四條 因為它裡面在講的 第四條裡面在講的 生技醫藥公司 是 廣泛的 我們這邊特指的是 再生醫療這邊 因為是 再生醫療法 然後那也因為這樣 所以它的 那個體力的寫法 也參照第四條的寫法 也做一些修正 譬如說它在裡面講的 醫法 醫公司法設計的公司 從事的項目裡面 我們在 再生醫療這邊 就指的是 研發製造或 受託開發製造 與再生醫療相關的 製劑或技術公司 這大半 這已經是 參照第四條來做處理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再回答 這民眾委員這邊的 就是 下列技術不包括在內 這四款 就是包括了 書寫使用血液製劑 然後包括了 我們 骨髓造血幹細胞的移植 周邊血 造血幹細胞的移植 這幾個 它都是醫學已經 常用的專有名詞 我們都沒有在後面加技術 可是我們醫療這邊都認為它是一個技術 因為它已經 算是常規在使用的 所以這邊會建議是說 維持原本的寫法 然後 然後再來回答 成交化委員的部分的話 就如同剛剛科總到這邊講的 就是說 為什麼文字的部分我們呈現的是 回到原本原版的部分 然後再補充 成交化委員 希望我們解釋一下 製劑跟技術這邊有什麼差別 技術這邊的話 其實它在講的就會是說 我們使用體外培養的細胞 這個細胞沒有去做所謂的 一些再處理的部分 也就是它只是做一個 增值或衍生的細胞 因為它具有一些風險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技術下面的時候 它真的是小規模 特別是有病人存在的時候 有這個病人有這個需求 客製化為這個病人來做處理的 跟平常我們使用的製劑的部分的話 簡單來說 它就是有這一類的病人 可能會使用到 譬如說像抗生素 我製造在那邊的時候 我就針對這個病人 所以它在技術跟製劑的差別 一個是比較大批商品化的 一個是客製化的 這大概是在區別上面 我們來做一個區別以上 來王委員 我想其實在之前的 不論是審查 或者是文會協商的時候 其實大概對本文的部分 其實沒有太多的爭議 比較多是我們是不是應該 在我們的說明欄裡面 更清楚的去說明 包括說剛剛其實司長這邊 有提到的是 所謂的再生制製 指的是商品化規格 標準的這樣子 比較一致的情況 然後再生技術的 這個比較小規模 或是客製化的部分 不屬於製器 又或者是我們 也曾經提到的是 在這個議題 或是異種的部分 並不是說不應該 而是說 當我們是不是 當我們在使用 這樣子的技術 或是這樣子來源的時候 應該要符合 原本現在就有規範了 現在其實提到這個 申請或是作業規範 其實都是現在既有的 既有的規範了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 在說明欄說得更加清楚 讓大家不至於 有不同的理解或是誤會 所以我想在這個說明欄 既然剛才其實市長解釋 其實都已經是涵蓋這個範圍了 那似乎把它寫上去 並沒有什麼疑慮啊 對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說 在說明欄的部分 是可以支持時代力量黨團的版本 謝謝 好 隨教法委員 我們這邊在修正動議的第四頁 是實例在第三條的說明欄 那說明欄裡面所敘述的 就是希望能夠讓這個說明 將技術 再生技術 講清楚就是它到底是什麼 那陳如我們行政院的版的說明 就是再生技術 是細胞嘛 那是高風險的 高技術門檻的 它在這個說明的時候 它是你們是高風險 高技術門檻 那我們知道它是高風險嘛 所以時代力量的說明 在我們的修正動議的說明 我們是把 剛剛師長也有提到的 小規模 客製化的 這樣的一個特性 我們希望把它寫清楚 就是再生技術 所使用的細胞是 小規模客製化的 然後另外呢 因為它是高風險的 高風險 也就是說這個細胞呢 我們在前衛生署的這個 有一個這個規範 就是體細胞治療人體 試驗申請跟操作規範裡面 也是明定 細胞包括 自體液體還有液種 那我們今天 可以用的再生技術 就是包括所有的細胞 就是自體液體 還有液種 譬如說動物的細胞 我們要用在人 那因為是高 高風險 高風險 高技術門檻的 所以我們希望在 說明欄裡面 能夠把它寫清楚 就是說如果你是使用 液種或者是液體的細胞 要符合 衛生署 之前92年所公佈的 體細胞治療人體試驗申請跟操作規範 這樣子才可以來使用 那假如今天說明欄沒有 把這些文字放進來的話 表示我們這個法是很鬆的 你使用豬的細胞 牛的細胞 兔子的細胞 任何其他博物類的細胞 還有液體的細胞 我們在免疫排斥 或者是細胞基因的這個重組上面呢 我們都可能發生 那為什麼是高風險 就是免疫排斥跟基因的轉移 譬如說豬的基因 豬的基因在豬到人 到人會不會因為豬的基因 跑到人的基因上面呢 所以就變成致病性了 那這個就是一個風險 那這個風險呢 我們應該要寫清楚 就是要符合衛生署 前衛生署的這個規範 讓我們所進行的再生技術是安全的 是高品質的 所以如果不寫 因為現在 我們看到衛福部給我們的都沒有寫嘛 那沒有寫 我們怎麼能夠保證這個是安全的呢 好 我先說明這樣子 謝謝 林基里委員 好 謝謝主席 我想有幾個事情 我支持 剛剛提到就是 他是在原來第三角的文字裡面 把技術跟製技分開來處理 因為在尤其是這邊所提到的 再生技術 他是體外培養所增殖或衍生之細胞 這個就已經是客製化 因為你不會把別人的細胞 複製之後打在第二個人身上 因為他會引起排斥的 這是已經 這個就是一個客製化 那至於小規模 上次在委員會協商的時候 我就提到 所謂的小規模 你在法律文字上 你其實很難去定義什麼叫小規模 到底是幾顆細胞叫小規模 治療幾次叫小規模 那這樣子的文字下去之後 只是圖具形式 而且到後來可能會造成在 尤其是臨床 或者是執行這個技術端 對醫療人員來講 他會不知道我可以怎麼做 因為我不知道我這樣做 到底是不是小規模 再來剛剛教法委員 我還是肯定教法委員 他其實很認真的找了很多資料 可是我發現你判讀 可能有點問題 因為在2003年11月4號 會屬醫治第0920 2002 477號公告 就是你剛剛所說的 體細胞治療人體試驗 申請與操作規範 你可以看到 他其中所提到的 體細胞療法的定義 就提到了 這裡所規範的體細胞療法 是指自己同種的 同種 同種 同種自體 同種液體 或液種液體 也就是你一直強調的液種 是不可以 但是在這邊 他就放在體細胞治療裡面的其中一種 那你剛剛說會造成影響 其實可能是有點 你不曉得你是把它看錯 因為在第二頁就有提到 確保生物安全性及公共衛生 它是避免你在做這些培養過程中 污染到外面的環境 所以你在這個過程裡面 應有事先防範 及確保研究人員工作環境及周圍之安全 這一個92條的 92年的這一個申請與操作規範 那如果從這個文字上看 第一本來在民國92年就有提到體細胞治療 它的體細胞包含了就是 同種字體 同種液體 一種液體 第二個事情 他在這邊所提到的 他所確保生物安全性及公共衛生 不是打進去那個人的生物安全性 他講的是你不要在實驗室去做 這些mix的過程中散出去 而造成造成後續的一些 我們講的人工做出來的細胞 導致環境的污染 就像我們兩 2020年在提到的SAR 那個所謂的COVID-19 是不是實驗室的病毒 在實驗過程抑散 那個是在講實驗室管理規範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回去 這一個標題它叫做 人體試驗申請與操作規範 這是規範實驗室不要把細胞污染到 不是你要實施的那個對象 跑到外面來 以上補充謝謝 因為看起來這一條大概意見很多都不一樣 是不是我們依照行政院版本 這樣來通過好不好 院長 我剛剛有說就是 動物的細胞打到人 會有風險 麻煩院長請那個衛伯部 說明一下好嗎 好那就 先說一下好嗎 我要幫醫生講個話 我們不會有醫生自己去抽一個動物細胞 就直接不用做任何批 都會打到人身上 不要這樣 我們不是怪異群博士好嗎 部長請那個院長麻煩部長 那個衛伯部這邊說明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擔心的 不同人的細胞的使用 還有不同種不同動物的細胞使用在人 會不會有風險 那你這邊寫清楚 到底有什麼樣的問題 好不好 可不可以請那個衛伯部說明 請部長說明一下 好來 院長這個不是這樣子的 這個是為國人的健康把關 你不讓他說清楚 那就是把國人當白老鼠 如果大家意見還是不一樣 我們請他說清楚 如果他還沒說清楚 我們就是要他說清楚 這面板扁一定會害人 沒有沒有沒有 院長我們拜託 你幾次主持到他們說清楚 好嗎 這些技術都是新的技術 那不管你剛剛陳委員提到 這個排斥的問題 排斥的問題 等等這些問題 所以第一個 因為排斥他可能會不成功 那第二個 因為排斥 那可能會產生不良的作用 那這個問題要怎麼樣處理 一定是在進行這些技術之前 必須要經過人體試驗 這就是我們這部法規定的 你必須要先做人體試驗 人體試驗 有了一個結果之後 來申請我們才會核定 說你可以來做 那包括說 可能產生排斥現象 那你要怎麼樣解決排斥的問題 那各位委員報告 不要講說這麼小的細胞的治療 像大到像心臟的移植 都有可以這種抗排斥的藥物來做處理 所以這個排斥的問題並不是無解 還是有解的 但是你必須要去做試驗 才能夠知道可不可以 所以這個前面的試驗做了 這個結果是好的 來申請我們才有可能通過 好 來 存交委員公說要叫我喬惠 好 好 來 我們喬惠 然後再來 這邊還有誰要歡迎 好 來 屈議員 好 謝謝 因為我們已經討論了很多次 我想先確認一下現在的狀況 現在狀況其實是 各黨 各黨的現在在場委員 對第三條的條文本身 其實沒有意見 對條文本身其實大家都沒有意見 現在是狀況還是會有意見 對 現在是狀況還是會有意見 沒有啊 你都 陳偉 沒講清楚我就會有意見 陳家華委員請尊重我的發言 好嗎 是 謝謝 謝謝 現在 包括了我們現在手上拿到的這個修正動議 這個修正動議是陳家華委員 這個以時代力量這邊提出來的是 第九版的修正動議 那跟我們之前在協商的過程 其實也都文字上是不一樣 那麼 以這樣一版一版下來呢 其實我們對條文的本身文字其實是沒有意見的 像大家是在對說明欄 那麼如果是以剛剛陳委員 然後包括林敬儀委員 甚至是剛剛我們醫藥師這邊講的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看出來 其實現在的規範既有的規範 我們中華民國台灣這邊既有的規範 其實對所謂的議題啊 字體啊等等的這些 都有規範 都已經有規範了 不過話說回來 其實跟他現在的第九版的 第九次題的修正動議的這個規範 似乎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就是他寫的說明是我們本來就已經在做的事情 我們在做的工作 就是應該要遵守這些已經存在的規範 這個是他的修正文字裡面的下面這個 反而是前面在第二項的部分裡面呢 他這邊有多了一個 這個初體的這個部分裡面 反而是這個藥品這兩個字 反而是跟前面的法條文字又不是很接近 所以剛剛跟邱太元邱委員這邊在講說 其實如果這個規範是我們現在已經都在做的 也就是說他只是把現在的東西再寫一次 那這個有沒有差別 跟現行的狀況有沒有差別這個是 因為我們條文本身沒有差嘛 那說明的部分有 那跟現行的又沒差 那寫上去到底有沒有困擾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是反而是這個藥品 這兩個字會不會有差別 因為這是我們在這個條文當中第一次出現 要不然反而是改成製劑這樣 好邱委員 我們現場有很多邱委員 好來 謝謝院長 這個 本席的看法 其實我們還是要重申一下 我們在委員會協商的時候 其實大家對第三條的本文是沒有意見的 包括林維州委員也都全程參與 也跟那個國民黨曾總召報告一下 那對於說明欄的部分 我是不是能夠請衛福部 再說明一下 就是剛剛那個陳嘉華委員的這一版的修正動議 因為我已經記不清楚是第幾版的 反正anyway你現在是要用這一版來討論的話 我請看一下說明欄的第三項 談到那個異體異種的部分 那個文字這樣的寫法 就我們實際的操作面上來講 有沒有至愛難行的地方 好這是第一個我們想要請問的 那第二個就是它的第二項裡面呢 用再生製劑為商品化規格化製程加工達標準 且一致化之藥品 其實再生製劑的定義 我們在製劑條例的時候就會把它定義得非常清楚 這樣的寫法好像又跟我們製劑條例裡面的寫法 其實又不太一樣 是不是我們把它回歸到製劑條例的寫法 是不是會比較完整 那第三我想要特別拜託一下就是說 其實過去協商過大家都同意沒有意見的東西 不應該今天在黨政協商的時候又拿出來說我等一下還會有意見 我等一下還要再翻案 那這樣就沒完沒了啊 每天就一直不斷在這裡無限輪迴啊 所以以上也跟院長報告一下齁 再生醫療不管是技術或者是製劑 他都必須要拿到藥證都必須要拿到許可 都必須經過很嚴格的審查 在衛福部那一端 甚至沒有一個醫生是要害死病人的 沒有一個醫生是會願意冒險拿那種沒有經過安全審查 藥證的東西來打到人體裡頭去 所以不應該把我們在處理這個草案 講說我們把它放很鬆 講說我們罔顧病人安全 然後呢讓網路一天到晚不斷的來霸凌我 霸凌我 我告訴你 我不怕你的霸凌 這個案子我弄了六年 我是一個癌症的病患 我知道再生醫療技術對癌症的病人有多重要 我也知道安全性對一個病人的健康來講有多重要 你持續可以不斷的霸凌我 但是我告訴你 我還是要持續的來推這個法案 鄭總召案然後再邱太元委員 好謝謝 我是從喔 立法 我還沒有講的 你講四五遍 好 從立法技術看 因為第三條是本法用詞定義如相 所以再生醫療有包括字劑跟技術 所以字劑的部分很清楚 那現在再生醫療喔 你要講再生醫療技術指人體執行再生醫療之技術 但下類技術不包括等於負面表例把它排掉嘛 排到最後你看還有第五款 其他經專局管公告的技術喔 也把它排掉喔 那我要問喔 再生醫療技術 就是假設這五款沒有排掉的通通在裡面喔 對不對 喔 要先確定喔 那個邱醫師對不對 變成再生醫療 我外行人的再生醫療技術可能是包攤包海呢 那你現在只有把這個五款拿掉呢 喔對不對 那還有一個保留條款是其他經中央主管公告的技術 要排掉嘛 對不對 那我意思是說 這樣的立法技術有沒有排乾淨啊 有沒有排清楚啊 到時候你到時候會出狂況啊 對啊 你這立法技術這樣喔 那還有這個立法很特殊 經過行政院公告之後就不適用了 欸 這個我還第一次看到 對不對 因為你是彈書啊 彈下類技術不包括在內嘛 跨五其他經行政院公告的技術 這是少見 那我意思是說這五款是不是 因為你 再生醫療技術 除了 這五個排掉之外有沒有排乾淨的 因為你這種立法技術是這樣的啊 我是外行 但是我看這個 你會可能會排不乾淨啊 那他有第二款啊 第二款 沒有沒有 第一款到時候 那他這個說明你請看一下他新的技術喔 你看他是這樣的 那我會說行政院 報行政院 這個不適用都不適用都很奇怪了嘛 我只是好意啦齁 我只是好意喔 有沒有到底有沒有排乾淨 謝謝 好清理市長來 好 仔細各位同仁齁 非常敬佩大家對 這麼重要的一個醫療發展 人民健康照顧的一個法案 這麼重視 那其實我們可以追根究底 來看原來為什麼有這個 這兩個法 原來齁 我們這幾年五六年來 在衛福部已經有一個特館辦法一直在做 他就是一直在希望民眾需要 醫療去發展 讓他們也不能 也要很嚴格審查喔 要一個一個一個做 有時候都要清很久的 那個技術才能夠去做 清五年來 現在可能差不多兩百幾行 現在各個醫療院所大家發展 包括台大發比較少啦 很多地方在做白衣、星光、麻雀 大家都在做啦 這個特館辦法的安格審查 即使這個法只是把特館辦法 法律化而已 齁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這五六年來 一開始是要做什麼 是要做 叫做再生醫療治疾的法 它裡面的重中之重 是什麼 是那個condition approval 就是附加條款 在原來 原來想初步療象 我們後來把大家共識 把它變成第二期 他只要經過審查以後 就會出來賣 這個就是所謂的 再生醫療治病 那我倒是 也可以邀請那個 成交法委員共同 我們如果很關心安全的話 齁 其實那個部分 是大量增產 那個地方還需要 才需要嚴格把關 那這個部分 這個再生醫療這個部分 它是原來透管辦法 已經行了五六年 所以我要問 一下衛福部 透管辦法做五六年來 有做得不順暢的嗎 有被人家說不倫理的嗎 有被人家說不安全的嗎 我跟你講我所有的服務案件 都是說拜託會不會快一點 不然我醫院申請了 兩個月三個月半年都還不下來 我實際上是沒辦法再發展 人 人 定人在那邊等著 一個一個要治療 所以剛剛邱瑞瑩講的 這個 這個法 這個特管辦法的工作 是醫師要去做 醫療 今天有什麼安全的問題 倫理的問題 醫師團隊要去承擔 齁 人家的心情要去購買 購買 購買 對吧 這些所有一個一個做 都不會賺錢的 我舉個例子 一個恩慈療法 齁 那個 所收的錢有大大小小 但是其實都是收公本費 齁 可是真的 需要 產業發展 要再生醫療資金 那一個 第二期以後去大量製造 那個 那個 才是產業 商業化 這個是科學的發展 這是人 醫療的發展 這是人 每一個病人 每一個病人 每一個病人需要我們 研究去 醫院 如果要做這個 我們要拜託 給他支援 你現在 縮小範圍 或者是 那個 或者是說 一不安情 我是覺得對這些醫療人 也是非常不公平 而且對 需要的病人 是非常殘忍的事情 我想 那我當然就是說 要問衛福部 你 你這個 現在這個 再生醫療法 你有超越 原來透管辦法的範圍嗎 應該沒有 你們的安全有比較放鬆嗎 你的 有比較不好嗎 都沒有的話 為什麼外界 要用這樣來形容 我們在努力 推動這個 再生醫療法 讓他好好的來治療病人 讓醫療院所 好好的治療病人 用這樣的大帽子 一直在 在那個 污蔑 我就做不好的事情 我想先 弄清楚 這是 我發現 我發現請你那個 我沒有安靜 那個 所以 再生這個法 各位要知道 他是真的一個一個病人在治療的 用心的治療 那 再生醫療治劑那個是特定的適應症在治療 所以那個完全不一樣的進法 不要用這個治劑的很多名詞來 框到一個特管辦法 一個再生醫療 那是醫療 那是技術 這個東西 你應該用技術是什麼 連我都不知道那未來有什麼技術啊 你先要把技術定義 這麼厲害 好 報告完畢 謝謝 好 我看這樣 因為這個 談滿久了 陳委員 你再講一次 再講一次 如果沒有公司 我們就保留 好不好 各位這樣來處理好不好 好 那請陳委員 那個 那個 因為之前 之前 之前在這個協商的時候 就是說 不包括一種細胞嘛 那不包括一種細胞 本來 修正東西是要放在條文裡面 講的那個不是事實 那後來 那不包括一種細胞 是你要求 不是啦 我先講完嘛 然後 後來就是 如果說放在說明可以的話 那對本文就可以同意 但是現在說明也沒有放 所以本文 就是要求不包括一種 要放進來 並不是說本文都沒有意見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到底跟特管一不一樣 特管 特管當然跟特管不一樣啦 因為今天行政院的版本 在第九條 只要 初步有療效 就可以用啊 也不需要 這個許可啊 剛剛有委員說 技術跟這個 製技都要有許可 不對啊 你有初步療效 根本不需要有許可 就可以用啊 所以今天第九條 就是一個大後門嘛 所以第三條就很有問題啊 你議題跟異種 陳偉啊 陳偉 我們說我要照實際講 沒有 第一條 我還沒發言完啊 我今天 什麼亂講 我們可以公開辯論啊 你隨便誹謗人家 我們可以來公開辯論 看你敢不敢來辯論啊 今天 今天 到底誰霸凌誰啊 誰霸凌誰啊 誰霸凌誰啊 誰在罵誰啊 講 講 院長 院長 在講 講完了以後 沒有公司 我們就要保留 把國人當白老鼠的法 我等一下 我要有所想說 你不可以說 我不是把國人當白老鼠的法 是把藝人人人員的專業放在哪裏 我沒講清楚的話 我反對 我們不願意講說 要保留啊 我們的言論 我們絕對不可以隨便保留 我反對陳教華亂扣帽子 什麼叫把國人當白老鼠 你可以反對啊 你可以反對 我們讓大家來辯論啊 我們找專家學者 我們衛福部要講清楚 為什麼動物細胞可以打在人 你在說明裡面都不願意講清楚 為什麼你第九條說 初步療效就可以用 初步療效你怎麼證明 什麼叫初步療效 你自己剛剛說 一定要測試有沒有免疫排斥 但是你的第九條放得這麼鬆 你只要有初步療效就可以用 那動物細胞 你到底要做多少的這個試驗 你才能保證是 是沒有初步療效 這個是非常大的一個漏洞啊 陳教華 陳教華 我可以讓我講一下嗎 我知道你的意思啊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把定義講清楚 我們之前衛福部都同意 意思是說同意是說 因為目前沒有在用液體細胞 也沒有在用液種細胞 只有用自體細胞 所以我們就把它寫清楚 就是只用自體細胞 就是這麼簡單啊 來 瑋瑜先講 對因為我剛好擔任教委 我說明一下 也讓陳教華委員 我們真的很認真在討論法案 沒有要把病人當白老鼠 這個真的要強調 那因為那個陳教華委員在第三條 其實對文字條文是沒有意見 是說明來部分他希望能加 液種跟液體細胞的部分 要希望能排除 其實原開始他的條文是 不包含液種液體的細胞喔 那後來今天看到的文字是包含了 這個我必須說明的是 在陳教華委員給我這個體細胞治療 這92年就有這個辦法 也就實施了10年啦 他其實就包括了液種液體細胞 所以已經實施10年的這樣的一個相關的技術 其實是有的 有20年我不好意思92年啦 看到的是92年的資料 沒有用啊 都不只用字體啊 沒有那些case啊 陳委員就是說這技術的發展 我們不能在這邊關起門 這已經在我看到至少看到是92年的資料 那現在也經過那麼多年都在執行沒有限制 沒有都在執行 我的意思說不是在這邊再框一個 沒有在執行 所以陳委員 如果我們這樣子 沒辦法這樣溝通的話 我們再討論 委員是第一次講話 對我第一次講話 而且我是招委員 我真的是覺得我們的討論應該要更對焦 而且是有具體的討論結果 而不是你不聽大家的勸 那我們也勸不了你 可能就要保留協商了 保留處理了 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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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液體細胞是沒有在做 液種也沒有在做 那你問一下衛福部嘛 衛福部部長講一下 現在有在做液種嗎 有在做液體嗎 有嗎 總現在是真正在用的沒有了 研究可能有 沒有嘛 現在沒有在治療 現在都在研究 我也沒有反對研究啊 議題的部分是因為我們還沒開放 當然就沒有啊 議題我們現在還沒開放的時候就沒有啊 那我們這個通過開放就會有啊 廖委員 這樣啊 我很慈兵地講 我能認真聽你的講話 你那個說明欄 第一個剛才講過啦 說明欄已經改了第九版本 你現在改的說明欄是議題 議題是可以的啊 我不承認第九版本啦 啊 啊 現在實際上這不是這樣 我們只是把同樣東西 來來來來 透過衛福部給我們的建議 我們把它修一修而已 你不要講一下 所以今天 今天我們只是說 那我講一下 把風險講清楚嘛 那各位不用這樣群體在那邊呼嚨嘛 我沒有群體呼嚨 你一擺的騎我這擺沒人看 我騎這擺沒人看 我騎這擺沒人看 我是很慈敏的看待啦 我是很慈敏的看待啦 不用這樣形容嘛 我是很慈敏的看待啊 在深一條 我講一下啊 在深一條齁 在上一屆就有了 2018就有特款辦法 我們到目前一直在 第九是把特款的辦法 那三款嘛 把特款辦法 13條14條 把它放在條文裡面嘛 因為N十條它本來就是有 所以我們不要 不希望說這個充滿著抹黑及這個 不能有過通問題的情況底下來完成 過去 這次醫療在上一屆也沒有辦法處理 這一屆一開始的時候 本來用三個法 再次醫療發展法 韓日本的立法力一樣 後來改為兩個法 就分流了嘛 治疾反治疾 醫療反治疾 醫療 醫療坦白講齁 橫蘇我曾經當過醫生啦 他醫療的細胞治疗 這個是技術中立的 科學醫師一直發展的 醫療還沒通過 還沒通過議題的時候 當然是沒有嘛 那一種當然在研究中嘛 我們不能阻礙整個醫學發展的進步啦 這都是要求人的啦 都要人體實驗都是很嚴謹的把關啦 CTC CT以外 還有一個小組在審查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法律出來是 對 醫療是能夠救人的 當然 這個 就還有咖啼等等 技術是越來越進步 那你現在沒有限制說 你現在議題你的版本要重新寫 我有尊重 但是呢 你反而不是你一個人講說要怎麼這樣 因為樓梯你不要跳來秋葉 我們要 要很平常心來看一下這個法案 已經 已經處理了 把這個法條你看一看齁 已經2018特館報道到現在啊 就是剛才邱太陽委員 乃至於 邱瑩委員講的啊 就是我們對於宜生很多環境 邱瑩也是一個 一個passion啊 他是最感受最深刻啊 他也非常了解這個應該 應該要 這個 據說整個議員 要往前走了吧 你不是說你自己一個 樓梯跳完唱去 然後 大家就揮 那現在 你怎麼說的 他說不承認 這個地球板 不承認 要再跳到北裡 不用這樣 這樣政府沒辦法 就大家用 用 用憶費來處理了啊 我說 我說的話齁 大家不要有情緒耶 慢慢講沒有關係 我 如果要繼續講 從秋葉裡開始 因為他 他擠很久了 來 邱瑩委員 對啦 保留好了啦 保留好了啦 這個要講清楚 我們才能夠對 對在看的這些 關心的 關心的 關心的討論 學者 對啊 我們還是要講清楚 沒有啦 沒有啦 我簡單說明一下 那個 曾總知道 沒有啦 我現在不是意氣用事 的時候啦 總早 我幫你報告一下 陳交華委員 已經提了九個版本的修正動力 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在談論的這個東西 現在陳交華委員說他不承認 那不承認 我們現在是在講 心酸的嗎 那我都 我們都要支持他寫的 他的說明欄的第三項 這個 使用液種液體細胞的來源 要符合體細胞治療人體事件中的申請操作規範跟相關安全規範 我剛剛也問衛福部說這個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我們是可以接受的 可是他現在提案人又說他不承認 那我又又框一個大帽子又說什麼我們在放水 要把人體當白老鼠 我覺得 我覺得這樣子是 太過於嚴重也太過於民粹啦 曾總之外我跟您報告 再生醫療法我們從零到有 從有細胞到現在處理到現在的醫療已經進步到沒有細胞治療 那我們一直在這裡無限輪回 裴陳交華玩了九個版本 現在他連這個版本他都說他不承認 那我不知道我們是要被他一直增下尾下去還是怎樣 好 我看我們這一條保留啦 大家看第九條 院長 院長 請大家看第九條 院長 我最後再強調一下 哇 你剛才是最後啦 不是啊 我強調一下 因為剛剛柯總知道我要回應一下 我要回應一下 我們現在就是所用的再生技術都是自體細胞 然後液體細胞或液種細胞我們不反對是研究 所以我很簡單的再重申就是說我們希望在說明欄裡面 如果你是要用液種或者是液體細胞的話 你不要用在治療 我們不反對你去研究但是只是把這個寫清楚 那在生技術目前都是用自體細胞 所以請你去去研究清楚 所以我們現在要說保留保留保留 要當白老鼠 我們要把白老鼠講清楚 我今天講說為什麼這樣會變成白老鼠 就是我們現在的都是自體細胞 那你同意用液體細胞又同意用液種細胞的話 你就是把我們的國人當白老鼠 我還是要講清楚 大家如果有意義可以請衛福部說明 第一條不要進去 為什麼我們現在都是自體細胞 你同意用液體液種 那倒不是把國人當白老鼠嗎 不要汙蔑一樣生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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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已經說明了 請大家看第九條 把國人當白老鼠也要講清楚 反對成交化委員 你再說一次什麼 這麼多白療屬是事實 是啊 公開辯論啦 你拿事實錯了 公開辯論啦 公開辯論啦 解散 解散 你一體細胞一母細胞 不能用在治療啊 你不能用在治療 你要寫清楚啊 你為什麼不寫清楚 為什麼你們反對去寫清楚 目前只有用自體細胞啊 不會啦 解散 解散 沒有啦 休息文章 不不不 解散 解散 你就是不能把多人都白老鼠啊 你不是要… 忘了… 你不是… 你不是要… 你不是要… 沒有… 你不是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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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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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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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 我还是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最大的 我们 就是用 这个行政行 第一顶 公司 的把关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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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对 感谢观看 在 我们 好 好 保留 那 保存 我们 我们的 好 通过 做的法条 对 就是 我们 是一个 所以 好 我们 因为 我们 我们 也是不可能 我们 所以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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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所说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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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们 在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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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